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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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平方 3房 这个1 2 7平方 竟然可以去到5房 想看完整项目视频内容 记得收看我们V家大湾区顺盛本王频道 Hello 各位观众 今天带大家来到火具区 看一个楼盘 叫做月秀建发耍月 这个楼盘是由两个国企级公司乱手打造的 这个楼盘 很多朋友问过 火具区周围有很多产业 究竟这个地方是怎样的 其实火具区是属于 广东省国家级的高生产业区 来到这个楼盘 我也是第一次拍这个楼盘 我都觉得有点点惊喜 因为周边我看不到有工厂 还有周边的楼盘已经是非常成熟 还有周边有很多商铺 给我的感觉不是人家说 只有周边有产业 旁边什么都没有 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条路 即我楼盘对面的这条路 就叫做汇展东路 由汇展东路直下去 沿着这条路下去 就会看到汇展中心 涂丝馆 还有是火具一些行政机构 来到这边我们看看 近着长兴路这边 就有银行 还有一个后机楼 长兴路直下去 即是沿着长兴路直下去 走路大约8分钟 就会到未来的民创区 民创区那边将来会有地铁站 再多走大约2分钟 就会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 还有超过10年的一个商圈 就叫做太阳城 太阳城里面有鱼码 还有可以去喝茶的 现在我们进去楼盘看看 究竟香港上来有什么交通 还有现在卖什么货 楼盘是位于火具中心区 和太阳城片区 香港上来 现在很多朋友都会考虑开车 如果在港珠澳大桥 开车过来 经坦州快线 再转南浪快线 车程大约1小时之内 可以来到楼盘 如果是火具 我相信很多香港朋友 都会考虑坐船 由楼盘过去中山港码头 开车大约3分钟 再坐船去到香港的 中港城码头 大约1个半小时 其次可以去到中山站 再转高铁 去到广州南 广州南去深圳北 深圳北再回香港 全程从坐船 是差不多时间的 未来的18号线 都会在火具设站 将来由火具去到广州 大约1个半小时 楼盘的建筑面積 总共是15万平方米 总共有12栋 全部都是低密度 各小区将来没有商铺 总户数是大约1,200多户 车位比例是1比1.1 目前正在卖的第7栋 我们过来看看 这个园林将来会有泳池 和有些旅温区 和移动的游乐场 和一些跑步镜 和一个阳光大草坪 销售中心这里一出来 转了就是长兴楼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有银行的地方 和是有一个后几楼 在小学中心过来 大约1-2分钟走路过来 都可以看到 另外这个是现在 规划当中的民创区 民创区将来 我们刚才说过 会有个地铁站口 现在在规划当中 应该大约是2027年 就会建立好 旁边就是我们所说的 太阳城的购买房 里面有温室 还有可以去逛街喝茶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看看 在售的第七栋 第七栋是两梯四户 分别是 1-2户型是89平方 三房两厅两围 三户型是127平方 可以做到5个房两厅两围 待会我们看看 这个127平方 为何可以做到这么神奇 另外这个四户型是113平方 是四房两厅两围 我们去量版房看看 我们现在来到量版房 这个空间其实是一出铁 因为是两厅四户 一出铁这个地方 空间非常之大 这边就是一个大约127 那边一个就是另外一个 一个大约183平方 现在我介绍这一套就是89平方 因为有两个户型是89平方 就是12户型了 我喜欢去这个户型的一样东西 就是它的鲜密性很高 出了升降机之后要走进来 对不对 就是很宁静 而且我觉得走廊的空间也很宽 这个户型是三房两厅两位 包含一个阳台保健房 门和密码都是家楼标准 这个櫃是没有的 我自己也很喜欢的 因为89平方竟然有一个 U型的厨房是不小的 而且可以放到一个小的箱门写柜 三件套是送的 厨房出来就放到一个四人座 这边这些都不是家楼标准 都是白墙 开间就是3米2 层高是2米9 阳台是非常之惊喜 因为这个户型只有89平方 但是那个阳台可以去到6米多 我们现在不是在七栋 我们现在在二栋的样板房 二栋的样板房是看到一只鸭仔的 七栋的89平方是向南的 看出去就是一部分的园林 和一部分的青年活动区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这种设计 因为如果在这里放了洗衣机 或者储物空间 撇雨也不怕 因为这里刚刚挡转 虽然这个位置不是很大 但我觉得即使你放蛋鸡 就是放这些洗衣机 在上面再放干衣机是绝对够的 我们看看地下板 就是地下这里 这里写着 此处高位高长体 后面这个地方是全震送的 还有这个房间 虽然出不来 但我觉得如果它的窗 弄得这么大都很OK 我最惊喜就是洗手间 我猜不到89平方 除了有两个洗手间之外 而且这些洗手间是不小的 对不对 放了马桶位 这两边的空间都不小 这里就可以转自磊马桶 另外 这个淋浴间 它不是很阔 但我觉得最好就是 这里有窗台位 所以洗澡是不会挡住的 这间房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阳台连过来的房间 虽然出不去 但窗是非常大 就算我出不去 我打开窗也非常通风的 而且它下面不是长 所以看上去的彩光是非常足够的 我们来看看这间房 这间房是羊腿部件的 这间房其实也不小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 是放到一米五的床 我觉得主人房的创意也不错 因为主人房 它用了这个窗台位 其实我们旁边有一张图 就是上面的加楼标准 这一纳的窗台位 它除了是做了衣柜之外 它亦是做了梳枕桌 这边都可以放两边 其实应该两边都可以放到床头柜 虽然这个衣柜不是很大 其实我觉得如果人少也够了 这边的窗台是不能打的 如果这间房 我自己个人非常之喜欢 因为八十九平方 有三房 两厅 两位 如果我人少 就只有两三个人住的 那其实需不需要买到一百平方以上呢 因为八十九平方 是绝对够用的了 就是我说这个小区 那这个单价大约是 一万四千五到一万五千五到呢 这个小区的户型我非常之喜欢 刚才拍了八十九平方三房 这个一二七平方 竟然可以去到五房 现在我们进去看看 进门口这间房是全震松的 我自己本人是非常之喜欢 而这个厨房的设计你看一下 长到 又可以放双门冰箱 如果我是这个家屋的女主人 我真的不愿意出家 天天在家煮食 大厅的开间虽然只有三米七 但看上去的空间感非常之大 这个户型可以去到五房两次 还有一个六米三的大阳台 单价大约是和八十九平方一样 是一万四千五到一万五千五 我们现在跟着镜头进去看看 整个楼盘是低密度的 而且是违合式设计的 你看看如果这个楼盘不是很多栋栋 都有两个这么舒服的泳池 其实是很难得的 我家楼期是分两批的 第一批是二四年的六月 另外一批是二五年的四月 七栋是二五年的四月 物业管理公司就是一级物业 月售自己本身的物业 物业管理费率是两个九毫八 楼高三十二层 如果各位观众想来中山看楼 或者是对这个楼盘有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联络我Jackie 我的电话是97980746 97980746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